您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欧崇敬 今天非常荣幸我们邀请到 两岸3D非常知名的媒体高层 而且也是经济学家 这是我们的刘兰昌刘博士 刘博士好 欧博士好 欧博士好 非常高兴我们又能够一起聊一聊 两岸的大事 马英九这次的表现 在和平之地表现非常好 所以他极有可能回到台湾 会成为新一次的蓝银共主 可是这样就又冲击到朱立伦的地位了 朱立伦梦寐以求的 都是把蓝银共主 以及大卫的给拿下来 您怎么看新的蓝银共主之争 有请刘博士 欧博士 这个就是上回我们也聊到了 就是你关于这个现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 各种派系的矛盾 也给我们分析很清楚 其实在香港来看 就是马英九他现在这个大陆之行 大家都可以看到他这个人真是 怎么说呢 就是说香港人就感到他还是一个中国人 这一点呢就是感触是非常深的 从他在那个中山林 从他在他自己的老家 以及这个武汉 以及重庆 这一行 每一个细节 而且我们感到呢 这个小马哥 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 那个好像他的眼窝啊 比他那个姐姐和妹妹都还要浅 还要那个 那个他们的姐妹啊 劝他要hold住一点 不要这个失态了 就是有那样感觉 但是这个呢 其实在那个香港看来 我想在内地那个大陆人看来 就更加觉得啊 小马哥真是自己人啊 是都是那个炎黄子孙 我们都有很共同的语言 共同的文化 共同的血脉 所以呢像这样的人 那当然很希望他在那个蓝营 特别是在这次的这个大卫之战中 能够发挥影响力 但是我们又听那个欧博士 你谈到了现在那个民主党内部的矛盾 特别是那个朱雷伦 他也想保住他自己的权位 他自己的影响力 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 我们想如果马英九回到这个台湾去 他会有什么动作呢 真是还是要请这个欧博士 给我们分析一下 是这样的 跟所有观众朋友 还有有点欧博士报告 就是马英九啊 他其实在他的体系里面呢 原来有一个很庞大的这个智囊团 那么其中大家都知道啊 有一个很知名的队伍 就是金浦冲所带的队伍 所以马戏呢 又有一个称话叫做马金戏 或者叫金马戏 那么金浦冲这一戏呢 特别对于民调啦 媒体啦 新闻啦 有很熟悉的掌控 那我们最近看到啊 这个六都里面 台北市跟桃园市啊 也就是蒋万安当市长跟 张善政当市长的地方呢 他们分别呢 都任用了金浦冲的敌传弟子 例如啊 桃园呢 用了苏俊冰做副市长 而蒋万呢 用了英伟 这个苏俊冰和英伟呢 可以说都是师兄弟 他们称金浦冲啊 都称金老师 所以呢 这个体系呢 在这两个市呢 已经开始产生作用和扮演作用的话呢 我们可能可以理解成说啊 如果万一朱立伦呢 把情况给搞砸了 那么至少啊 有两个重要的阵地 那就是台北市跟桃园市会产生 另一种新的联盟 换言之 国民党现在啊 有一点类似另类的当年的 民旱分裂 但是情况不完全一样 只是啊 现在的台湾 如果有台北市和桃园市 它作为基地的话呢 因为它可以养很多兵吧 它可以派位子 可以让实质的这些人才呢 有地方可以领薪水 也可以发挥他们的所长 还有能见度 这情况呢 就会有所不同 向刘老师报告 是啊 那个 接下来的问题呢 就是说 因为那个欧博士 你也谈到过 就是说 那个朱立伦呢 对自己的权位呢 非常在意 那么他现在 想着他自己 能够在国民党里边 保持影响力 包括那个立委的 这个 候选人的定位啊 等等 所有这个 在国民党里边的 这个影响力呢 他是非常希望能够保持的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马英九 他如果回去以后 他是能够怎么样去影响到这个杜立伦呢 那么杜立伦 像刚才您说的 有这个林汉分裂的这个苗头 但是呢 也未必能够走到这一步 那么 那么在我们香港看来 国民党千万不能再分裂了 在这次一定要 必须要团结 分裂肯定就是失败 团结还有 那个胜选的可能性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真是 这个 小马哥回去以后 跟我们的朱主席 怎么去 凝成一股神呢 在香港来说 真是非常关心 那个 欧波斯您怎么看呢 是这样就说 马英九跟朱立伦这两个人呢 他里里外外呢 就是不一样文化熏陶出来的两个人 虽然呢 他们都在美国拿了博士 我这样说好了 对于马英九来说 他是中国人到了哈佛去念博士 但是呢 朱立伦呢 他是彻头彻尾的 就是个美国人 他的许多想法呢 即便他的英文说的呢 也不算太流利 但是呢 他整个想法 是一个美国人的想法 他骨子里面 恐怕 对于整个中国历史 跟中国文化的品味呢 是完全不太沾边的 这就使得两个人呢 要相容 或者是两个人呢 要产生互相的 文化上的沟通和影响 都有很高的难度 跟刘老师 跟大家报告 是 那么在我们香港看来呢 就还是希望 两个人 还是 能够就是 这个求同存异吧 为了那个国民党的 大选胜利 而一起团结奋斗 谢谢欧博士 我们感谢刘老师 我们下一集再来 邀请刘老师 刘老师 继续跟我们语谈 两岸的重要发展 以及国际局势 感谢刘老师 好 谢谢 是的 是的 siamo 什么